今天我们的大世界话题 我们要带您来好好了解一下 英国脱欧这件事情 有人形容叫歹系脱棚 那么英国首相提出的脱欧协议 在下议院以史上最大的差距 遭到了否决 那接下来呢 英国你还脱不脱欧 硬脱欧 软脱欧 还是干脆就不脱欧了 现在等于是回到了原点 让大家重新决定 不过有专家就分析了 如果最后英国还是脱离了欧盟 那么可以预见的 英国经济将会开始 有非常惨烈的一个下行的趋势 那在英国经济上的救星 就会是中国 这个是英国的经济专家 就建议英国政府 如果真的脱欧 一定要跟中国保持良好的贸易往来 才有办法填补 脱离欧盟之后的经济损失 好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看 为什么大家说 它是英国政府史上最惨烈的挫败 这个是BBC这样定义 今天的这一场投票 那么挫败是怎么来的 要跟大家做一点背景介绍 好 在2016年 大家一票一票投出来 英国人嘛 投了他们要脱欧 要脱离欧盟 于是接下来就进入了 非常冗长的一个过程了 你要去跟欧盟谈 我们哪一天脱欧 然后去跟欧盟谈 我们脱欧了之后 我们的贸易当中 要怎么样重新的协议 然后你要跟欧盟谈 那接下来呢 我要付的分手费 我要付多少 每一项每一项你要去谈 好 谈了两年半 首相梅伊谈回来了一份脱欧协议 然后根据了英国的法律呢 这份协议你要经由 他们的下议院 很像我们的国会 就立委要表决嘛 不能跟你首相说了算嘛 所以呢 他们的下议院要表决 通过才算数 好 那美一的这份协议 两面不讨好 没有人喜欢 现在呢 在英国他们当中 有两方声音 一方觉得 哎呀 烦死了 就留在欧盟好了 啰力巴缩的 另外一派 我们就是要脱欧 我们硬脱欧也没有关系 我就是要脱离欧盟 然后所以这两派声浪呢 美一要怎么样从中协调 他的协议要怎么样 让大家最多数人都同意 结果搞半天 没有人喜欢 没有人同意哦 那你说要留欧的 当然不同意他的脱欧协议 那可以 很容易理解嘛 我就是希望留下来 所以你不管给我什么样的协议 我都不要 都反对 否决 但是奇怪了 美一怎么连脱欧派 都没有人支持他呢 因为脱欧派觉得 这份协议啊 脱得不干不净 不干不脆的 烦死了 干脆就不赞成 于是呢 就出现了今天非常惊人的投票差距 最后呢 同意的只有202票 不同意要否决他的432票 美一政府惨败了230票 你知道在之前的英国曾经有过最大的差距 那个首相哦 这个投出来之后立刻辞职太丢脸了 166票 他输了166票 他就丢脸到辞职 但这回美一没有说他要走哦 好 这个美一惨败230票 他说他要留下来 继续把脱欧这个任务 历史任务他把它做好 但是我们会接下来继续观察他 来看看他下一步怎么走 好 那么接下来我列了4点 这就是接下来很可能的一个进展 被否决了嘛 那回到原点 那接下来脱欧还要不要继续进行 第一 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重新回去跟欧盟 再谈 再谈一份协议回来 给下议院 再重新表决 这是一个 再来呢 就是无协议 因为本来预定的一个日期 就是在 今年的3月29号 就要硬脱欧 没有任何协议下 我就是跟你分手 什么分手费 我们也不要谈了啦 什么 接下来贸易协议 通通不要谈 我们就是硬脱欧 硬是跟你拜拜 再来呢 就是英国国会改选 也就是呢 美一首相可能会被 这个不信任票投下去 然后整个英国国会重新改选 我们换一批人 大家再来投一次 看是要怎么样脱欧 那抑或是呢 现在在英国声浪最高的是这个 重新投票啦 因为有很多人 他说 没有想到原来脱离欧盟 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当初去投那一票 就随便投啦 因为那个时候 有非常多的一个 民粹的声浪 告诉你说 脱欧公投 他没有跟你讲 什么经济面的影响 他就跟你讲说 不要那么多移民好不好 你看那个移民 都抢了我们的工作 你是不是没工作 你对没工作对不对 那你去看咖啡厅工作的 都是那些移民 都是外来的人 你看就是他们 抢了你的工作 很多人脑袋很单纯 都没想很多 而他也没想说 你也不自己想想 你难道想去当 这个端盘子的 waiter waitress吗 你可能也不想 那人家帮你做那工作 你哪里不好了 他只想说 对耶 你看这个到处看到 都是移民抢我工作 他偷偷偷偷偷 大家就脱欧了 然后反倒是大家觉得 哎呦天哪居然脱欧了 现在好多人都后悔 所以我们来看到 二次脱欧有没有可能 我们来看当初在2016年 那个时候的脱欧公投 52%他们赞成脱欧 48%他们决定要留在欧盟 其实差距非常小 只有4% 好那么经过两年半的今天 我们看到就是在 2018年11月做的一个 全新的民调 已经颠倒过来了耶 有一半以上 54% 他们赞成留在欧盟当中 但来不及了 你已经投过那一次票了嘛 所以呢 首相梅一说 我们不可以再投一次 他说这对民主社会来讲 是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如果什么公投 你投了一次 然后后来想想 不对我们再投一次 没完没了 你是要投几次啊 万一这次重投好 大家说留下留在欧盟 但你不要忘记 当初还有 还有蛮多人 他们建议要脱离欧盟耶 所以呢 他等一下又讲 那我要再投一次 那你没完没了 是要投几百次啊 但是呢 我们看到 就前首相布莱尔他讲了 他说 但是问题是 现在的这些政治人物 就是没有办法做决定嘛 硬脱欧 软脱欧 美意好不容易谈出来的 脱欧协议 大家又不同意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所以呢 前首相布莱尔认为 不如再把这个决定权 再交还给人民 大家再来做一次决定 我们就带你来看看 脱欧接下来 到底有可能 走向什么样的境界 英国手下美意和欧盟 耗时两年敲定了脱欧协议 确议四百三十二票反对 两百零二票赞成 史无前例的悬殊票数 遭到否决 卸下英国执政党在议会的 最惨烈挫败 美意脸上挂着满满怨气 因为这一份多达五百八十五页 一百八十五项条文的脱欧协议 等同化为虚无 里头重点包括爱尔兰边境议题 脱欧分手费 居住在英国的欧盟公民权利 商业纠纷解决机制 以及英国海外领土及军事基地等问题的条文 一字一字全做了白宫 但不少英国人则对此感到乐不可知 眼睛向右边二十二 眼睛向右边四十二 只因为你一次选择 这意味着你不能反映 可能有更多选择 虽然2016年6月英国公投 有百分之四十八的票数反对脱欧 赞成的有百分之五十二 但到了2019年最新民调显示 反对脱欧的人已经提高到了百分之五十四 另外民调统计 有百分之四十四的英国民众称 脱欧协议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协议 假如三年内脱欧这四成多的人认为 英国经济只会更差 不少执政党议员也不支持 连前首相布莱尔及前教育大臣 葛林宁等大咖都对脱欧协议公开表示不满 我认为这个交易是最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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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不需要更多执政党 英国脱欧协议这回在国会胎死腹中 事实上也等同阻止了英国脱欧的进程 毕竟英国和欧盟四十年来 在金融、商贸、科技及军事等各方面 都早已紧密结合 假如英国再没有协议下脱欧 等头斩断了和欧盟所有的关系 在没有新的相处模式下 会带给英国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 英国下议会投票结果也代表脱欧协议 必须砍掉重练 身为脱欧最大趋力的美意政府 必须在三天内弄出新的协议 美意甚至可能得下台一举功 脱欧协议不通过已经尘埃落定 因此英国接下来的可能的选项 包括和欧盟重新谈判 或者硬生生在没有协议下脱欧 也可能为了让协议通关干脆改选英国下议会 否则还有第四种可能 就是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 但无论任何一条路除了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及精神成本 也可能会伤及英国的民主程序 让这条脱欧之路几乎把英国重新打回原点 三天新闻传台报道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英国脱不脱欧 那么如果真的脱欧的话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经济上的后果 我们来看到对英国来讲 以前呢他在欧盟的一个这个保护伞底下 那欧盟呢代表所有的一些欧盟国家 他去跟其他国家谈了很多的贸易协议回来 那因为你知道他人多势众嘛 因为他是好多国家的一个联盟 所以呢当然可以谈到非常好的一些优惠 甚至呢在欧盟当中各个国家之间啊 关税都非常非常低 甚至呢他们货物可以自由往来的 甚至零关税有很多商品是零关税的 所以现在英国离开了欧盟之后 他等于自己独立了 那他独立了之后 那欧盟谈的商业协议 那就不关英国的事咯 所以你英国必须要去开始跟各国啊 这个去各自谈一些贸易协议回来 那甚至呢以前在欧盟当中 最知名的国家是哪几个 可以说最主要的欧盟国家 就是英国法国德国嘛 对不对三个最主要国力最强盛的国家 那你现在英国离开了之后 以前很多的外国企业到欧盟去设欧盟的总部 都选伦敦 不然就是巴黎 但几乎大家都选伦敦 因为伦敦就是一个金融中心嘛 所有的大企业总部都在这个地方 好了那你脱离欧盟 那我欧盟的企业总部还涉你伦敦吗 当然搬家啊 所以其实在公投投下去的那一刻 很多的企业长脚都已经跑了 很多到德国去了 很多到其他地方去了 都把这个企业总部撤出英国了 对英国来讲 它损失了多少的工作机会 再来就是英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金融中心 所以呢当然英国的经济 一旦开始下行的风险 冲击的是全世界的经济成长 所以呢才会有很多的经济学家 已经开始帮英国盘算了 天哪万一脱欧之后怎么办呢 我的经济要怎么样救起来啊 一想想到中国了 所以呢很多的学者就直接讲了 英国如果你真的一旦脱欧 你要怎么样很快的把你的经济救回来 只能去找中国帮忙了 而真是如此哦 因为美已经飞到了中国去 拜见过了习近平了 所以呢希望未来啊 这个英国跟中国之间 可以在经贸上更紧密的合作 不过接下来我们就带您看 有另外一种想法哦 另外一个专家就这样讲了 他说其实现在人类 好像有那种自我毁灭的一个倾向 大国自我毁灭 让人类没有办法持续进步 他举了好几个例子 英国脱欧啊 好端端的 你脱欧干嘛咧 把自己弄得很狼狈 另外中美贸易大战 美国为了党中国的崛起 所以硬是要跟你打一架 再来他说台湾拒绝大陆市场 这也是一个自我毁灭的倾向哦 明明中国大陆就是最大的 台湾的进出口市场 贸易顺差这么多 我们可以从大陆赚这么多钱 你非得要为了政治因素 背向大陆市场 他形容这叫做 大国的自我毁灭之路 高举牌子大喊口号 英国民众上街抗议 不满两年半前确定脱欧的公投结果 如今英国下议会听到人民的声音 直接挡下了脱欧协议 英国脱欧不被自家人认可 一大原因是一旦英国脱离欧盟的保护伞下 英国就必须扶资和全球各国 进行贸易和金融往来 伦敦政府还得花上巨额的时间和金钱 一个一个重启各国贸易协议 虽然英国可能会采用世贸组织规则 但需要支付的关税依然高过于现状 恐让民间各大企业负担加重 离开英国将是大多数企业的选择 2017年就有一份调查显示 如果英国顺利脱欧 那么有七分之一的国际企业会 考虑把公司搬到欧洲大陆 其中有54%的企业会希望移到德国 荷兰有33% 众力法国的则是8% 意味着欧洲的金融重心 可能将完成转移判动全球经济 各国贸易环境改变 加上英国如果顺利脱欧 各界预期英国经济将会减换 直接影响欧元区的经济活动 连带地促成美元总强 造成跨国企业获利减少 全球经济成长将可能因此减换 有专家就认为为了防止悲剧发生 就得确保英国经济稳定 那么最大救星就可能是全球供应链体系 重要一环的中国 要缓和英国脱欧后的冲击 中国或许就是最佳靠山 但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 专家分析目前世界秩序大崩坏 大国纷纷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英国脱欧 美国挑起跟中国的贸易大战 都有类似的味道 而看似遥远的台湾也被专家点名 为了政治因素而背向中国市场 以经济角度来说并不明智 毕竟中国是台湾的第一大进出口市场 2017年贸易顺差更高达3.4兆台币左右 如果台湾为了主权丢了钞票 恐怕将得不偿失 三地新闻 陈台北老